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直線L通過98這一點 且直線L與兩座標軸所圍成的面積是3 那麼這個直線的方程是多少 那為了方便我就把這個直線寫成那個結句式 a分之x 加上b分之y 這個等於1 然後他通過98 我就把98帶進去 加上b分之8 這個等於1 然後他要滿足什麼呢 就這個乘以這個 絕對值 ab 就是底層高 這個是結句 底層高除以2 除以2 這個是面積 面積的話 是等於3 那也就是說絕對值ab 這個是等於6 好那我們現在 就來看看這個 這個滿足 這兩個方程式的結 好 我們現在來討論 就當 當這個a乘b大一點 大一點 就同正同婦 結句的話呢 同正或是同婦 那同婦的話呢 不可能 好我們現在來看呢 如果是a乘b大一點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a乘b就等於6 好那我就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這個b就帶成是 a分之6 然後帶進來 那a分之9 加多少呢 8乘以 b分之1 b分之1就把它顛倒過來 就等於6 6分之a 那這等於1 好 那這4這是3 所以 這是 3分之4 a 加上 a分之9 等於1 要全部把它乘以 3a好了 全部乘以3a的話 這是 4a的平方 全部乘以3a的話 這是 27 3a移過來的話 就是 減3a 減3a 加上 27 9 327 等於0 好那我們看這個 一元二次方式有沒有解 我們看到 判別式 b平方 減4ac 減4 乘以4 乘以27 乘以27 小微鈴沒有根啦 就沒有解 沒有解就是說 a乘b大於0 這五解 五解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a乘b小微鈴的情況 我剛剛 ab它是小鈴的話 那這樣 那這樣 a乘b呢 是等於 負6 那就是b 是等於 a分之負6 然後要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就是 a分之9 a加8 8乘以1 1 負6 a 等於 1 4 3 然後我現在 把它乘以什麼呢 全部把它乘以那個 負3a 全部乘負3a以後 那再把它移過來 4a平方 乘負3a 剪掉了3a 乘負3a 這剪掉了多少 27 等於0 這個怕沒事 它是小鈴 而且可以教它相乘 我這4 1 那這93 12-9 剛好是3 這是 減的 這是加的 我們看看 負3a 沒有 我好像弄錯了 應該是乘以3a以後再把它移過來 乘以3a移過來 所以這是正的 乘以3a移過來 乘以3a的話呢 這個就是 負4a平方 移過來就是4a平方 乘以3a 移過來 乘以3a的話是27 移過來變負27 應該這樣才對 那這樣 這個就是正的 這是負的 這12-9是3 那也就是說 這a的話 可能是等於4分之9 或者是負3 那b的話呢 這等於多少 把它帶進來 這是 負6 乘以9分之4 3得6 3得9 3分之8 3分之8 或者3分之8 或者呢 b 或者負6 乘以 那個a分之1 倒數 負3分之1 這等於2 所以囉 所以的話我們就得到兩個解 這兩個解分別是多少呢 分別是x除以a 4分之9 加 y除以b 負3分之8 等於1 這一個解 或者是說 a 就是負3 分之x 加上 2分之y 等於1 總共有兩個解